一个人 长得好像我爷爷关注的UP主啊 舒芬 你是雷舒芬吗 你是雷舒芬吗 我爷爷最喜欢你了 你怎么这个样子 你跟他说hello吧 嗨 大家好 我是尸瓜少女魏舒芬 是雷舒芬吗 好久不见 现在是一件班军球 以及要敲饭的 不过今天不一样 今儿我只属于你们 再见 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人喜欢 但没有人吃过的一道菜 今天我就来挑战一下 这一道至闻其名 不见其身的世纪菜 由爆琵琶拌着面 有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学吧 首先要准备好琵琶 这是我在淘宝上随便买的 一共五斤 终于弄完了 一共57个 还有一个被我笑偷吃了 好气啊 比卡币 一张是49块9 一共是58个 一个是8毛6 也不知道这个价格贵不贵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大家也不敢问 本质对大家认真又负责的态度 然后我替你们先试一下这个琵琶好不好吃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口味清甜 跟我在福建吃的这么大一个的琵琶不一样 福建比较香甜 而且带一点酸 这个边清淡一点清甜口味 接下来就把这些琵琶剥皮取合 做油爆琵琶拌着面 锅中倒油 油热之后下琵琶 炸到我也不知道什么肉的时候 捞出控油 一千个人先就一千种拌面做吧 这里没有标准来 所以大家按照自己想要去做就行了 准备葱末 蒜末 芝麻 辣椒面 浇上热油 加入两勺生抽 三勺醋 两勺雪碧 一勺老干妈 一勺芝麻酱 搅拌均匀 水开下面条 煮熟后捞出过凉水 面条上放胡萝卜丝 黄瓜丝 再加上酱汁拌均匀就可以了 哦 还有我的油爆琵琶 轻糊完坏时初来油爆琵琶拌整面 做好了 先吃一下我们的油爆琵琶 水果加热之后酸度会提升 这个琵琶本来又是清甜的 没什么甜 说人话 真难吃 再来吃下我们的拌面吧 嗯 还不错哦 雪碧的清甜冰爽 芝麻酱的绵密纯香 面条过了冷嘴之后 口感更加的Q弹闪口 整个拌面的口味都是酸辣中 带点清甜又特别香气 是好吃到晕卷 特别适合没有胃口的夏天 这真的是一个干货满满的视频 短短三分钟 你就学会了三道菜的做法 一个油爆琵琶 来吃 一个雪碧拌面 好吃 还有一个油爆琵琶拌着面 又难吃又好吃 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帅雷啊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忘了关注是非好吃的分你一半哦